大家好 今天我會做一個素的上海炒年糕 雖然只有蔬菜和年糕 但是非常野味 很濃味 我是素口仔媽咪 這些就是材料 新豬肉都像平時醃豬肉一樣醃 我放了些糖、生抽、胡椒粉、生粉、玫瑰露酒 攪拌均勻後 最後放少許芝麻油 油是醃肉最後放的 素肉和蒸肉都一樣醃 讓味道更像真 蔬菜切條 冰蒼我用一包包裝 拿出來後就沖一下水 因為它始終有防腐劑 所以沖這樣一點 平時雜貨店會有一棵一棵浸在水賣 那些都是鹽水 不過我不太敢買 因為每天買完 包裝的始終都經過高溫消毒 會乾淨一點 炸豆腐乾 我也是第一次試 我初時以為是 平時的豆腐乾很硬 整隻很硬 它都硬身的 我只想要它的皮 有些顏色 切肉片 冬菇也是一樣 切了條之後也是醃的 糖、生粉、豉油、麻油、胡椒粉 拌勻 我這個年糕已經切好了一片片 所以就不用自己切了 要不然就切年糕 也挺硬的 所以我買了已經切了的 那些是比較方便的 甘筍就有空吸一下花 不有空不放也可以 點綴一下 還有一些薑片 這個炒年糕的材料就是這樣 調味也是一般的調味 調味料 生抽、老抽、酒、糖、鹽 我不特別拍出來 因為那些材料太大 推頭 都有朋友反映 就說一看到材料格 就很不想煮 因為真的太多東西 其實 自己基本家裡也應該有 那些調味 我就不再拍出來 那材料就是這裡 先下油 從材料是ited 薑我快樂 再加進點giulet 拿著薑 湯 沐浜 他今天就沒有幫助 葱 好了 好 用生铁锅炒年糕是有机会粘的 所以是安全的 我这里只是炒菜和配料 年糕我只能找一件铁锅 爆香 再加菜 因为菜会粘水 好了 我会在另一边炒年糕 下油 炒年糕 烧热的油 就可以炒年糕了 再加蒜 炒年糕 再加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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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淀粉 再加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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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酒 让它有水分 炒一会儿 炒年糕 先加蒜 再加蒜 炒年糕 再加蒜 然后不要加蒜 再加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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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分未必足够 如果发觉不够很少 可以加蒜 多加蒜 我才发觉我忘了放猪肉 我现在放猪肉 幸好新猪肉很快就熟了 放少许而已 算是有东西咬一下 它还有很多水分 所以现在放也有时间炆 拌均匀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我不记得 应该是炒冬菇时炒猪肉 这个是炆菜所以影响不大 已经可以了 很快 新猪肉本身也不是生肉 很快 很快 煎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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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些蔬菜 也可以当做菜 做饭 加薯菜是很野味的 可以截图看看详细材料 记得订阅 订阅、赞好、留言和分享我的YouTube频道 或者加入我Facebook的群组 分享你的煮食成果 哦 是 行